视相潮流不停变换 亦都不断轮回 近年复古风再度兴起 古着店越来越受欢迎 古着一词 来自日本 只二手市场逃来的服装 其价值在于能够记载历史 反映某个时代的时相元素 本地青年梁灿毓 以及其太太曾家为志同道合 在18年 斥肢六位数创立古着店 未来希望引进更多品牌 和推广自家设计服饰 让更多人认识古着文化 可能大家会觉得澳门很多古着店 但是如果仔细分类我们的产品 或者我们选择的衣服 大多数都是70年代以前 所以我们很多都是来自一些 我们叫做工作服务或者军品 而且会看到很吸引我们 其实现在很多品牌 出一些新的衣服的时候 其实他们很多所谓的灵感 其实就是感兴奋这些衣服 你可能会看到一件衣服 一个牌子买一件万几元的衣服 但是你可能在古着店里看到一件军品 可能价钱只是五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 我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不花一个便宜的价钱 买一件有故事和有历史的衣服呢 我们会这样跟客人说 但我觉得这些是一来说缘分 二来说它有没有违根 澳门青年的业家协会表示 古着的文化 其实在内地和港澳台地区都有市场 虽然不是主流 但也都有固定的捧场客人 所以如果了解好市场的大小 都还是有利可逃的 今期个案的古着店生意 其实可以分开两个部分 首先就是在外国入货再销售 有些像买手店的模式 根据资料 这个部分已经达到收支平衡 继而再自创品牌 根据资料 现在在找香港的厂商进行制作 但广东省在制衣业有完整的产业链 而未来也是重要的市场 其实我们经营了差不多四年 我们在第二年的时候 就有开始陆续推出一些 叫做自己设计的衣服 但是很简洁性 其实通常就是我们两周年的时候 就会出一件 上一年三周年的时候都出了一件 那个经营的模式有不同的 中文中小企服务中心表示 店铺除了透过自身平台 推广股权文化之外 也可以降价来吸引消费者 随着电销优惠的核落实 店主也可以把握契机 推出促销优惠 好像是透过红配录 以及组合商品等的方式 进行推广 能给予顾客程度化的个人选择权 逆后经济主要由本澳内需市场作主导 中文澳门全力协助中小企逆后重建 除了豁免最易用平台费用之外 也都和中小企商户及社团 商讨刺激经济等等的措施 为本澳中小企客户提供引流服务 今期港岸也可以透过相关服务 拓展客源及推广自身企业文化 其实近十年开始 Vintage 这种东西就由一个小众的玩意 变成了一些大家会觉得是重新回到潮流的眼中 大家懂得穆穿托哉 它穿很多都是一些Vintage item 二三十年前大家玩古着的热潮 就是看穆穿托哉 但是现在就多了很多不同的明星 或者是icon 他们都会穿这种东西 变相就令到这些东西走入了一些主流的市场眼光 当越来越多人去买这种东西的时候 就令到这种东西的损耗得很快 就是量越来越少 一来升值 东西贵了 贵了的时候就变上澳门经营这种东西会更加难 因为认识的人不多 未必很多本地人愿意去拿几千元去买一件旧衣服 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刘丁杰博士表示 本次案例企业主打股价的法国工人服及美军服 同时还有自家设客的品牌 建议可以参考东京、首尔、台北、珠海等地的一些成功救物店 复合式经营模式 即是除了旧货销售配搭原创设计品牌之外 可以考虑引进其他相关商业元素 例如二手旧货交易交换 股东收藏交易 精品咖啡饭售等等 从定位上 潮历史文物精品事实方面靠近 更能够强化独特市场定位 以及扩大营收来源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 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